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年美联储最后一次一席会议的靴子落地,加息结束 降息周期拉开帷幕,美股投资者的好日子要来了 这次FOMC会议唯一的看点就是点账图 因为利率不佳已经早就是名牌了,地球人都知道 那么每两次一席会议才公布一次的点账图 就是未来利率走向的权威文件 全球投资者都盯着这张图看 今天会看点账图,不算高手 高手都是在星期一就先把结果告诉大家了 换句话说,点账图正如我在上期节目预测的那样 这就非常神奇了 不幸可以放回去星期一的视频对照一下啊 当时我的预测是 2023年的点将会抹去加息一次的预期 所有的点集中到了5.25%到5.5%之间 维持利率不变 当然2023年的预测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到了2024年 9月份点账图中较为分散的点最终集中下移 在9月份的点账图 大多数官员预测利率落实到4.75%到5.5%之间 加息幅度0到75个基点 好,到了今天的点账图 我们发现大多数点往下移动了 并且是区域集中 大多数官员预测明年的利率落在4.25%到5%之间 利率的下降幅度最大可以达到100个基点 实在不计也能够加息50个基点 这个是美联储官员的预测 和平时那些分析专家预测的不太一样 这个图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同时呢 点账图也是美联储预期管理的一部分 让投资者的信息更早更透明 12月点证图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分散走向集中 你看在2024年的点当中 9月份是相当分散的 说明当时官员们的意见还不太一致 那到了12月份 这些点就变得很集中了 降息75个基点已经成为相对多数票的选择 从12月份的点证图中 更加集中的点反映出官员对未来三年的利率走向 从分歧逐渐统一 而且最厉害的 可能是别的股评渠道根本没有看出来的 是每年降息100个点 如果是一年里突然降息300个点 那一定是经济危机爆发了 但是在美联储的点证图中 我们看到2024到2026年 这些点是每年下一个台阶 每年下降100个点左右 那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三年是缓慢的降息周期 而降息对股票的作用 并不是降息那一下子 而是持续缓慢降息带来的市场乐观情绪 以及对降息长达三年的预期 长期缓慢的降息 有非常大的概率会带来温和的 可控的长期的牛市 当然点证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正如鲍月尔会后讲话中所说的 他还是会逐个一息货益来探讨这个问题 终极目标就是把核心通胀率降到2% 这次鲍月尔的讲话听起来也是如沐春风 以前紧锁的眉头这次终于舒展开来了 在讲话期间 美股一反常态 不是砸盘 而是在两点会议声明大涨的基础上再次拉升 从而激发了投资者做多的热情 美联储表示 委员会将在任何进一步收紧政策时 考虑多种因素 这是以前没有提过的 说明继续收紧政策的边际力度基本没有了 9月份的利率政策就是顶峰 未来货币政策会逐渐宽松 鲍威尔说 通账已经从高位回落 失业率没有大幅上升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这句话 我相信我在过去几期节目中也描述了 目前美国宏观经济的状态 就是金发姑娘经济最好的时刻 在美联储的声明中 给出了对未来三年的GDP和失业率预测 几乎都是非常平稳的落到了发挥最好的区间里 预计2024年 GDP的中位数将在1%到2%之间 精确的说 明年的真实GDP将为1.4% 2025年GDP回升到1.8% 失业率方面 明年以后的三年失业率提高到4.1% 而充分就业的目标应该是在4% 正好不高不低 符合美联储的需要 失业率GDP都还非常不错 而令政府头痛的通胀却逐渐回落了 这也难怪鲍威尔心情大好 这种指点江山的成就感 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 那么鲍威尔心情好了 股市不就飞起来了吗 真是包大也好 大家都好 在鲍威尔讲话的记者当中 Nick Timiros是坐在第一排正中间 这个人被宣传为美联储传声筒 真的是名不虚传 我注意到很多次鲍威尔讲话 这个记者都是站最好的位置 Nick在今天记者会现场发了个推特 该推特写道 12月1号鲍威尔说 现在猜测政策核实会放松还为时上早 到了12月13号 鲍威尔转变了 他说降息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并且显然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Nick记者说 这两周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结合今天公布的PPI数据 通胀的好消息不断 劳工部报告显示 11月份最终需求生产者价格指数 经季节调整后保持不变 扣除食品和能源 最终需求指数只是微升了0.1% 在11月份 最终需求服务业指数也是持平 只有一个旅客服务 住宅服务增长了4% 然后鸡蛋大涨58% 今天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是未来CPI放缓的先导指标 通胀放缓 讨论降息又摆到了美联储人面前 而且降息又是缓慢的 持续的降息 如果不出意外 接下来美股将迎来久位的 没有货币政策黑天鹅的宽松时间窗口 美股今天在重大利好的刺激下 三大指数都突破了重要点位 标普指数 我说这种强势行情是不能预测下跌 只能顺势看涨 目前已经顺利突破7月27号高点4607 又向上涨了100个点了 很快就要向历史最高点4818发起进攻 这样一来 2022年加息周期以来的下跌全盘收复 做大盘指数的全面解套 金融机构更是早早的预测5000点以上的目标 预计未来美股将继续走高 纳斯达克指数用两年的时间 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底部形态 这个底部形态宽度达到惊人的4000个点 而今天正好突破了 留下4把73根K线在白色矩形里 你看白色矩形里面有多次探底 最低是在1088点 这个最低点位 不知道是不是亚洲人整出来的 还挺吉利的 如果说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底部 那上涨空间还有的是呢 特斯拉今天表现比较差了 早上盘面 别人在涨 特斯拉是在跌 下午全盘大涨 美股欢天喜地 特斯拉总算勉强止跌转涨 总的来说呢 特斯拉的技术面应该还没有走坏 只是消息面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在公司官网上 Model 3的美国税务抵免 7500美元将在今年结束 这项7500美元的税务抵免 在2024年特斯拉Model 3车型 不再符合通胀缩减法案 IRA的资格 那么上周 拜登政府公布新的IRA指南 定义了外国关注实体的资格规则 主要目的就是限制从中国等 特定国家采购电动汽车 电池材料和零部件的数量 岁末年初 补贴政策变化是年底促销的一个卖点 过了年 有没有新的政策 新的补贴 那再说了 另一个消息是特斯拉中国的市场份额持续下降 中国电动车市场份额 比亚迪追平特斯拉 现在路上看到的车 更多的不是特斯拉 而是各种的国产品牌 特斯拉不是生意变差了 而是增长率不如中国别的电动车 10月份特斯拉销量增长1% 而同期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增长了30% 自己原地徘徊 别人奋起直追 这就是市场份额被人家抢走了 不过呢 如果我们忘记了特斯拉的科技护城河 我们可能难以理解它的股价 怎么老是这么贵 你看马斯克在思考的是什么呢 是去火星啊 造人形机器人 这种常人还不好理解的事情 今天马斯克推特消息 人形机器人擎天柱二代将于本月发布 二代擎天柱改进了执行部件和传感器 动作比之前快了30% 在视频中 Optimus机器人是一个通用 长两条腿 自主的人形机器人 能够执行不安全 重复或者是无聊的任务 马斯克认为这款机器人的潜力 比电动汽车更重要 二代机器人手指的动作力所多了 他表演了将一颗鸡蛋 放到侦弹器中去煮的过程 特斯拉还没有确定这款机器人 正式发布的日期和价格 但是早期版本 可能会在汽车生产线上进行测试 也就是说啊 用机器人去造车 那不是会大大降低人工成本 从此也不怕工人罢工了 因为机器人是不会罢工要钱的 马斯克表示 三五年内 秦天柱的商业版本将向客户提供 考虑到全球发达国家都逐渐进入到老年化社会了 能够干活的机器人会有广阔的市场 根据网上的资料 Optimus又称为特斯拉机器人 是特斯拉公司正在开发的人型机器人 也就是说 这和SpaceX Twitter不同 那俩不是特斯拉的业务 只是马斯克的 而机器人 这个是特斯拉的业务 电动车是越来越多了 但机器人可没有那么好造 我觉得特斯拉还是后劲十足的 最近几期节目 吹了很多次的Costco 已经走出了10个连续阳线 越涨还越起劲了 明天是Costco发布财报日 市场会期待Costco给出超预期的业绩 特别分红 以及会员卡涨价的消息 如果没有的话 预期落空 那可能就会跌一下子了 按目前这种价势来看 这只股票前期调整充分 花了很长时间在做平台 突破之后 势如破竹 非常强劲 同时呢 零售股又是防御性特别好的股票 像经济危机啊 疫情什么的 完全不怕的 该吃得吃 该穿得穿 所以我觉得长期持有Costco 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最近涨这么多 也不必追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